大家好 我们在之前给大家推荐过这样一个工具 它的效果就是下面这个图上显示的这个样子 就是你在图上标注方向 然后最终的结果就会按照你标注的方向去运动 这个工具非常的有趣 然后我们上一期给大家提供了这个工具的一键整合包 在本地就可以使用 但是这个本地包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配置的要求比较高 它需要16G显存 这个显存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说我们今天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Conver UI 然后来通过节点 然后去实现同样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Conver UI怎么去使用 使用方法呢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放到下面 这边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工作流程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地址可以下载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地址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打开我们Conver UI这个工具 我们开一下 稍微等待一下 好 现在我们就取得完毕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几个节点 就是我们把官方的工作流 把它拖进来的一个结果 当然大家第一次拖进来的时候呢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 或者是这个节点 它是红色的 红色的节点呢 就代表你没有安装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来安装这个节点 选择这个管理器 这边有个安装缺失节点 点一下 它会自动检测你这些节点里面 没有安装过的内容 然后它给你一个搜索结果 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安装就可以了 用这种方式是最快的 然后也是最便捷的 因为这个工作流 它除了节点 需要安装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相应的模型需要下载 然后你要自己去 一个一个下载的话 非常的复杂 通过这种方式来下载呢 你只需要点一下这个安装按钮就可以 一系列的工作 它会黑窗这边 它会自动帮你完成 那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 然后呢因为我这边就装过了 所以这边没有结果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需要注意 就是这个模型 我们需要另外的下载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需要你自己下载 然后就这边这个 大家在国外的话 那么你选择这个链接来下载 或者是这个链接来下载 如果是国内的用户 你可以下这个 或者是下面这个地址 大家也分开下载 当然我们如果说你配置不太高的话 那么你就选择这个FP16就可以了 这个模型是小一点的模型 实现的效果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大家下载这个也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下载完之后放到哪呢 下载完之后我们放到这个文件夹里 点进来这边有个模型文件夹 放在这个文件夹里 大家看到这是我下载的两个模型 这个FP16的模型 还有这个稍微大一点的模型 这个大家可以选择下载其中一个 或者多下载同样也可以 然后如果说你之前 我们在这边选择了这个 模型共享的话 这边有个文件嘛 那么你同样的可以把下载下的这两个模型 把它放到你这边那个地址里去 可以做一个共享 同样是可以的 好就是我们这个模型的安装 装完之后呢这个节点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实际的拿一张图片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做 好我们把它放大 然后这边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图片 我们就用这个吧 然后给大家做演示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节点里面的这些 参数应该怎么去选择 首先第一个是选择模型 我们就选择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FP16 这个小一点的模型 下面这两个参数呢它对应的是这边的轨迹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怎么去设置 翻回这边 这边有个运动轨迹工具 我们点一下 通过这边我们去生成它的路径 然后选择一个文件 这是我们刚才选择的这个文件 大家注意我们这边需要调整它的尺寸 我们看怎么样把这个图片全部显示出来 大家看 我们必须要选择这个576x1320 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图片把它完整的显示出来 然后呢我们来绘制路径 点一下 然后首先我们让这个人让它往前走 这是一个路径 然后这边呢会自动生成它的坐标点 然后我们再来点一下 我们让这边的云让它往前走 再来点一下 让这个云往前走 然后呢我们同样的让这个云往后走 这样呢我们稍微简单一些啊 因为这是做演示 大家自己玩的时候呢 然后你可以去添加更多的轨迹点 我们把这个轨迹点复制下来 大家看到这个呢我们就把刚才的那个 路径点全部复制过来了 然后这边大家注意这一个选项 然后要和你这边的这个选项保持一致 这也就是这个我们就不改了 下面这一项 这个大家不要改啊 这个就是14 大家改了之后呢会报错 然后这边的话就不需要改了 保持路人就可以 整理吧 这些东西就是一些选一下格式之类的 你可以选择GF图片 然后也可以生成视频 这个大家随便 下面这个打开保持按钮就可以 这样的话我们整体设置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结果 点击这个队列 然后让它去生成一下这个生成时间有点长 需要等一下 这边它会自动去做这个运动 当然如果大家注意这边黑窗这边 如果报错的话 那么这边就可以看出来 然后你可以检查一下 是不是你的这个配置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配置的使用情况 我这些内存32G 当我加载了这边模型之后呢 大概得20G左右 如果大家内存太小的话 可能也会出问题 然后这边大概是 暂时用的不多 因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正式开始运行 待会运行之后呢 这边几乎就满了 反正12G是肯定是可以运行的 这个大家到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好我们再来先把它关掉 这边就需要等一下了 等一下我就直接跳过了 好我们这边出了结果 大概14分钟吧 还行 对不算时间太长 然后这边是出来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 是往前走 这边云的往这边走 下面的云是往这边走 大家看到我们这边 整体的它的一个运动的方向 标注的几个元素 是跟往这边 运动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这个工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它确实实现了这个图片上元素的一个 可控性的一个运动 这比我们其他的这种图片转视频的工具 还好用不少 这个呢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自己尝试一下 这个工具确实不错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 这个项目的转发